Hello Homies 现在收听的是克莱美特宅报导 让你宅着就知道国际气候能源大小事 Hello Homies 今天18号来告诉大家最近最新最热的新闻 也就是政府间气候变迁专门委员会IPCC8月8日的最新报告 气候变迁与土地的特别报告 让我们看看国际媒体如何带大家风向 接着是太平洋岛国七日底与北济举办的太平洋岛国发展论坛 所朝礼的纳迪海湾宣言正式宣告太平洋岛国进入气候危机 但澳洲总理Maurice上周企图淡化宣言里有关太平洋岛国气候危机 气候综合等等字眼 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IPCC8月8日的气候变迁与土地特别报告 深度剖析了气候变迁与沙漠化 土地烈化永续土地管理与粮食安全等复杂与交错的关系 详细的内容已经有很多专业的平台在分享 18号在这里就不多说 但18号想要来分享国际各大媒体如何来看待这次的报告 而总体来说 这次的报告的关注度不及于IPCC上次的1.5度C特别报告 主要的报道风向就集中在于肉食的饮食习惯 然而尽管这次的气候变迁所造成的粮食为经贫穷等等的威胁 在开发中国家恐怕只会更严重 但是开发中国家却没有更多更深度更细致的报道 而大多只是转发IPCC的新闻稿 此外 这次的IPCC土地特别报告的撰写作者群中 是首次开发中国家作者占大多数的一次 但是根本没有细节的报道 例如强调对于脆弱族群的意涵是相当可惜的 举例来说印度明明是个吃素的大伯 但是印度的Times of India释出的当天 报道只说吃素就地球 有例如西伯利亚森林大火日益严重 但官媒Interfax也没有清楚地报道气候变迁与森林管理的关系的意涵 只是报道吃素就地球 专家纷纷提出警告认为应该要着眼于农作经济行为森林管理的转型 若只是单纯地报道肉食的饮食文化的改变 出了有失媒体的责任 许多企业也会默默地规避到他们自己的减量责任 太平洋岛国7月底与斐济举办的太平洋岛国发展论坛 所草拟的纳提海湾宣言 内容指出太平洋岛国其面对气候变迁威胁的高度脆弱性 而对于一开发国家欠缺全面具备减量雄心的承诺等等 表达了强烈的疑虑 因此重申了守护设施1.5度C的重要性 并且应该重视海洋与太平洋岛国之间的关系 声明太平洋进入了气候危机的状态 而呼吁UNFCCC全体的会员国承认IPCC的科学证据 并且要停止化石燃料投资生产以及补贴 禁止使用京都伊丁珠时期的探权抵换 最后要求参与纽约气候行动峰会的各国提出具体的行动 并且要求要检视各国旅行保护现在以及未来世代福祉的责任 然而因为草案的呼吁 包含使用京都时期探权、化石燃料使用等等 都是明白的将矛头的指向的排放大国 也就是澳洲 因此澳洲政府企图排出宣言中提及IPCC科学证据 气候危机、碳综合等等的呼吁 以及更重要的 它不同意禁止化石燃料投资开发 以及撤除补贴的声明 以上就是本周的克莱美特宅报道 拜